哈喽大家好,我是瑞莎,一名药剂师 今天难得穿着白袍,但是我其实还是穿着背心的 影片正式开始之前,我先问问大家 知不知道医院有没有药剂师 答案是有的 我本身是很少追剧的 但是最近看了一部日剧,那就是 默默奉献的灰姑娘药师 这部剧就是讲述医院药剂师的工作 那今天还要把乐跟你拒绝同款的发型 我本身是觉得这部戏对病人方面的剧情刻画 有点刻意的伤情 可是还是看了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因为对药剂师的部分真的是有点感触,有点共鸣 那就借由这部剧来看看医院药剂师的工作吧 为了让你能够更加了解药剂师的工作 请先看看之前的影片哦 药剂师的工作在医院上可以分成几个部门 第一是 Virginia 第二 especially inpatient 第三 sind clinic i çalış 或者 ward pharmacist 第四就是 dry information 第五还有 store 这些是基本的分配 那我们再一一的往下看 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作戏哦 基本上这个事情是个现实来的 我相信每一个在奥菲森的药剂师都有遇过这样子的顾客 那么奥菲森的负责的范围是什么呢 包括分配药物给急诊的病患 门诊的病患 还有出院的病患 接下来是Inhibition 医院每一天都有人入院 那你有没有好奇过那些住院的病人的药物是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是Inhibition Pharmacy Inhibition Pharmacy的工作包括检查药物 准备以及分配药物给住院的每一个病人 这样子复视在病房的时候 才能够把这些药物移植到病人的手上 让他们每一天都有药吃 接下来是Word或者是Clinical Pharmacy 这一块对大家来说应该是比较新鲜的 也是这一部剧情主要在表现的一部分啊 Clinical Pharmacy的工作包括跟医生一起寻房 确保药物的剂量是正确的 确保药物跟药物之间不会相冲 然后还要确认病人所服用的药物 还有指导病人用药 那Clinical Pharmacy想常会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那如果一个病人入院也有可能是他的治疗方面 还可以再有所改善 所以可能需要施打胰岛素啊 那就是insulin然后要使用新的喷剂等等 这些都是Clinical Pharmacy需要教导这些病人的 那他们在出院之前掌握这些技巧 接下来是Drag Information Service 基本上就是药物咨询的服务 有什么东西不明白啊 就可以询问这一个部门 那接下来就是到Store Store Pharmacy 比较没有直接的关系到病人 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 病人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药 基本上就是靠这一个部门啊 只有这个部门一做的好 大家才会有药用 每一个部门都是关系着彼此 每一个部门都是环环相扣的缺医不可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分享 希望你们可以知道药剂师除了派药以外的工作 就像戏里面所说的 药剂师就是药物到达病人之前的最后一个关卡 绝对不容出错 这次我影片其实并不容易花了很多时间跟心血 我的频道是关于健康以及药剂有关的资讯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内容有帮助的话 欢迎跟我按赞留言并分享 Subscribe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Bye